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黄怡文 今天的当掌声响起 为大家介绍的是职人YouTuber 在专业领域已经所有知名度的他们 是如何跨境网路影音创作 突破舒适圈 又想要带给网友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们透过节目一探究竟 首先要来看到是身兼作家 主持人网红身份的外科医师江坤俊 他脸书粉丝团拥有近60万人追踪 同时也看YouTube频道 来传递正确的医学观念 尽管斜杠再多 他说医师本业是他永远不会放弃的一块 受访时回想起多年前 一段和罹患乳癌好友之间的故事 还忍不住哽咽落泪 就为好朋友的离开 让他发愿立志成为最厉害治疗乳癌的医师 而他也持续在这个目标上努力着 在诊间忙碌看诊 是外科医生江坤俊的日常 细心解释耐心回顾病患 疫病关系很好 还被称为暖心医师 但其实更多人最初认识他 并非从诊间而是透过一幕 主持健康节目对医生来说医疗知识或许不难 我会再跟着问 有些医生是不善于表达的 我会觉得完全没有讲到重点 就会再把他拉过来自己讲 他最厉害一点他求接回来 他会用很浅显易懂的语言 然后再说一次 然后告诉你腹部是怎样 心脏会怎样 他是怎么走 细菌又如何的串流 然后很简单的方式讲给观众听 江坤俊的口条好 逻辑清晰 反应又快 但会走向幕前 说来也是误打误撞 当初因为医院里的朋友拜托 要他却新开了医疗谈话节目当救火队 没想到却变成了班底 有人都记得那天我就回来洗澡 洗澡的时候 就接到那个医师好拉的电话 再敲我第二场第三个第四场 我就跟我太太讲 我是不是表现得很好 结果人家对啦 讲得好不好我是不知道 但是会有第二场第三场地上 只是因为那时候他们没有医生 所以有医生 他们就给你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 刚开始是这个样子啦 对啊 结果后来才慢慢的就 可能就真的觉得 有讲到观众的心里面 对啊 所以那时候莫名其妙就变成 医师好拉里面就最常出现的人那样子 他们也说出现效果不错啊 所以慢慢才开始走进媒体圈 在那之后通告邀约越来越多 脸书粉丝团至今拥有近六十万人追踪 除了医疗味教外 也时常会用充满温度的文字 分享和病人间的小故事 文笔好的他后来还出了书 代言活动更是接不完 发现你不干 还有另外就是他开瓶 都要叫年轻人来帮忙 他已经没办法自己转 我就是公主病 我都想要叫年轻人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老年人 如果你开始发现你不干 你开关都开不了的时候 就想年轻人得到几少事 同时也开了频道做自媒体影片 到后期不是只吃两餐吗 就是早餐跟晚餐各自五分饱 那饮法族的话我会建议啦 你还是吃三餐 每一餐五分饱是OK的 但是把肉类就是蛋白质的含量 提高一点我相信是没有问题的喔 从刚开始讲的一些 生活上的一些比较显的 我觉得有点像冷值史 然后后来是一些健康知识的传播啦 那现在也会再加上一些运动啦 往后做 手把往上去 而且背部要打直 这时候你要感觉到你的重心 通通都在你的脚后跟 要做多久 8秒钟就好 我发现长篇大路里 很多人都听不下去 我们就当作设定这样一件事 就是在希望能够在 两三分钟之内 把一个医学观念 正确的把他讲拿出去啦 那其实除了医学观念之外 我们还破除了很多的谣言啦 因为坊间有很多的 关于一些谣传啦 比如说血压药是不是不要吃一辈子啊 吃药是不是伤腎啊 这种观念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它理清 但就算斜杠再多 医生本业仍旧是第一位 大概从国中开始就确定志向了啦 从我爸爸身体不好 让我开始启蒙说 我如果是个医生可以照顾家里 到我会发现 那个时代的医生好像很瘦很尊敬 好像又可以赚不少球 就觉得说我以后也要当个医生 从小就是自由生 医学院毕业后选择走外科 后来专够癌症 尤其是乳癌 背后的原因藏着洋葱 原来七八年前 女儿同学的妈妈得了乳癌 早上她寻求治疗 太太到真的是我 就是目前为止开最久的一次 因为它很难开是真的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 那时候被一个人信任的感觉很好 特别是又有关系的人 所以我太太到我真的是 废了久了 因为我只会把它开得很干净 后来因为真的发现得太晚 癌症不断复发 某天约定好的回准时间 对方没出现 甚至还失联 事后才知道 他去找了另一家医院的名医求助 但姜昆俊没想到的是 这个决定其实是对方的用心 就有一天晚上 他就穿一个LINE给你 因为人对自己的身体 是我有一定的感觉的 他说他觉得 他这次过不了关 他觉得他会 他说他不想死在我手上 他说这样我对我的名声不好 因为他自己的朋友很多 他说他如果死在我手上的话 这个留言传出去 对我以后轻易的生涯不好 对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我就一定要戳一颗 最厉害的治疗如外的医生 尽管看过许多生离死别 一讲到这故事 情绪还是豪满豪满 这也传着姜昆俊心中 永远的遗憾 他努力想让自己变得更强 我每次在做一些节目 做一些录制一些短影片的时候 我都很要求内容的精准性 我不能传递错误的知识给大家 大家都常常问我 晚上在干嘛 我晚上常常在看书 大家常常在看论文 现在来到我的病人 越来越困难的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 在别的医院治疗很久 失败他们会来找我 不管是手术的东西 还是你现在要面临到的 化学治疗或是标法治疗 我一定要把最新 第一流的东西告诉你 而且我的开刀 一定不能比人很差 不然我就对不起你 从花莲从台东来找我 在医疗专业上 对自己与团队极度要求 毕竟一个出错 可能就危及人命 尤其在成为一个 拥有声量的公众人物后 更是逼着自己 得精益求精 我在媒体上 成立这些正确的知识 就是因为有人 因为我讲的话 他得到一些勇气 曾经有一个病人 他在查我的时候 其实他的乳房 已经整个都烂掉了 我第一句就问他说 你这个摆多久了 他说两年多 对 然后我就说 我是靠来一下跟他讲 我说那你摆两年多 那你现在愿意出来的 目的是什么 他说因为我 他说你让我有信心 因为你我出来了 其实他不晓得 这句话很鼓励我 让原本躲在阴暗角落 不愿积极治疗的病人 愿意再给自己一次向阳的机会 很多时候 当医生的满足 不是来自社会地位 或金钱收入 而是这种暖心反馈的累积 其实很多人找我出去做医美 做一些其他其他 我也老实讲 我做这么多的工作 CV值最低的是医生 我讲经济 但是这一块是我永远都不会放弃的 因为这是我的实力 这一块经济的CV值是低的 但是对我心理的CV值是高的 而且这是我当医生的医生誓言 紧守着医生誓言 以病人的健康为首要 凭着良心和尊严从业 我觉得当医生的快乐是不能摸弊 因为现在很多乳癌的家庭 他来看病人的时候是整家来 因为妈妈常常是家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儿女会来 爸爸当然也会来 当你看到好几个家庭 治疗完毕之后 全家在那边跟你鞠躬道谢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那种成就感 真的不是 绝对不是金钱可以满足的 不能保证每一次的医疗手术都成功 但他总希望能努力做到别流遗憾 身兼多种身份的江坤菌 紧密救人始终是他不会放弃的指质 接下来也是医生 是狗狗的心理医生 这训犬资历超过20年的训练师是熊吧 他初期的时候经历过月收27000 得养全家的辛苦生活 后来就靠着不打不骂的人道训练方式 打响名号 如今学员是遍布海内外 而且还也在2020年的时候成立了YouTube频道 帮四主们解决各式各样的疑难杂症 熊爸坦言第一次拍完影片后 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沮丧 后来靠着慢慢调整才渐入佳境 他也希望说能够透过影片 透过频道把正确的讯息传递给大家 大家好 我是训练师熊爸 这个很不好意思呢 因为本人在前几天 这个不幸的发生了车祸 虽然脚受伤 仍然可以找我们家熊三 示范一些动作给大家看看 等等 好棒哦 爬下 站 乖 坐 好 起立 乖 等等 好棒哦 等等哦 乖 好棒 绰号熊爸的王玉智 尽管因为车祸得暂时坐在轮椅上 但丝毫不影响他的训犬功力 不只自家宝贝熊三 能随着指令做出动作 学员的爱犬 六个月大调皮爱玩的食意 在熊爸面前 也变成一只乖巧小狗 等等 好棒哦 等等 OK 那像这个等呢 它其实不是像我们 不是等时间啊 还是等距离 它是等OK 等我们解除 等等 耶 对狗朋友一套的熊爸 其实不是天生爱狗 跟着毛茸茸生物的缘分 要从当兵说起 在军中被安排照顾军犬的他 某天被狗的忠心给感动 有一天呢 这个放了一个长假 回来 这个我看到这个狗像 就是十年没见一样 然后看着我就 一直哭啊 痛哭流涕 我明明就不是很喜欢你啊 我真的不喜欢 我就只是为你吃饭 或者简单的照顾 你怎么会这么爱我 感受到狗狗的眼中只有你 当时的军犬熊熊 在熊爸退伍后被收编 成为他人生中养的第一只狗 没想到却在一次出门散步时 过马路不小心发生车祸 活不过两岁 他当天晚上回家 我就抱着我妈痛哭了 我觉得就是我害死他的 因为不管是不是意外 就是自己的小孩没看好 表示你对训练根本不懂 我就开始做了功课 开始找老师上课学习 这是他开始学习动物行为的初衷 只是离以此为业 仍有一段距离 说真的我一开始想当艺人 其实我已经拿到一个 很好的合约 真的要签约了 结果约都还没签 就跟我说什么股东吵架 然后公司要收了 可是我教狗的这一个部分呢 突然间爆红我也不知道 所谓的爆红就是 我一个礼拜要上课学生 竟能超过一百只每周哦 当时在动保团体兼课 虽然课上得多 但收入却很有限 那你想想看 动保团体可以赚多少钱吗 没有啊 我教一百只狗 我还是领一个月多少钱 大概两万七啊 我跟我太太还有小孩这样子 然后在台北市 其实是蛮辛苦的 因为有时候出国进修 或是某些课 我说那就之后再说吧 等等再说 他都说先去吧 想办法报名 没钱就是也要借 为什么那时候 没有想要放棄 还一直把他家去走不走 他说他是一只会长的股票 基优股 基优股 因为我要让他放心啊 因为其实我老婆 当初也是苦来的啦 然后他说你放心啊 这只是股票会长的 基优股的 果然是基优股 后来自行创业的熊爸 主张用不打骂的正向训练 渐渐做出成绩 他成为Ella 吴宗宪 吴佩慈等明星的毛孩 御用训练师 也常受邀上节目 好累喔 或许是曾经想当艺人的表演欲望 熊爸在镜头前很感秀 2020年碰到了好的团队 大家决定一起经营YouTube频道 耶 大家好 我们参加熊爸 今天熊爸到你家 到谁家呢 跟着团队一起出任务 帮助有行为问题的狗狗 这天的主角是12岁的柴犬奶奶Kek 外型 温馴可爱却有咬人的情况发生 我相信Kek他是喜欢的 因为他会喜欢在里面打造 只是他有他的规律 取力 就是你只能说两下 所以两下 第三下 然后第三下我觉得生气 我刚刚在谈论里面 都是在讲是人的问题 比狗还要多 我们不会把一个希望 放在一只狗身上 然后叫它会怎么样 反而是我们自己心态想法 稍微调整一下 就没有问题 因为经常大家讲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 人觉的问题 但不是狗的问题 狗的天性嘛 它会对这个区域有这个防卫 所以外面有声音的时候 它就会 那另外就要告诉主人 主人注意喔 外面有坏人喔 所以当狗狗吠叫的时候 如果以狗本身的立场来说的话 他在做他应该做的事 结果这个时候会干嘛 扒头 你不要叫他 装都吵死 我没有要扒你 对不起 这么做得太大 讨论四主们常会碰到了问题 分析狗狗的行为模式 把正确讯息带给观众 是频道的核心 三年来一路从做中学 慢慢地抓到节奏 我第一集拍完的时候 当天我心情好差喔 因为其实在我在拍YouTube之前 我已经常上节目了 常上节目讲话 我很会聊啊 可是今天不一样 今天也没有主持人 也没有像记者 就自己要自导自言 然后自己讲 自己讲笑话 第一集拍完的时候 心情好差 觉得怎么自己会表现得这么不好 多次媒体会面临的考验 除了内容的产制外 订阅数和流量也是压力 不要说每次看到熊爸Google 就我一个人在那边 其实它是一个团队的萌利 我背后的这些朋友非常好 目前没有把这个压力压在我身上 但是他们有在拼 希望比如说今年年底之前 可以破十万订阅 大家加油 帮忙 还是不忘对着镜头喊话一下 拥有超过二十年的训犬资历 训练过上万只狗的熊爸 很开心地把兴趣和工作结合在一起 尽管经历过没赚钱 生活苦哈哈的日子 但多年来从没想过转行 大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初衷不能忘 我就是看到主人他觉得好棒好开心 我家狗狗改变很多进步很多问题解决了 他们可以好好的相处生活 这就是我最开心的地方 爸爸掰咖 要乖乖 等等 好 起立 起立 好 爬下 如果老婆有时候会说 你看现在又来了训练师很好 什么谁又很厉害又很帅很漂亮 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 我都跟他说如果有一天 当我是要死在沙滩上的时候 就是我退休的那一天 一定会有越来越好的人出来 但难道不好吗 很好啊 对我们的动物的环境好 什么都好 训练狗狗的技巧 没有对错或标准答案 但熊爸坚持以奖励代替处罚 以促进人狗兼关系和协为目标 期盼能尽己之力 帮助到更多四主和毛孩 也让台湾的动保环境 能更健康友善 在台湾呢 有超过七成的民众 每周都会使用网路购物 甚至有超过九成二的民众 是用过行动购物的 带您来看到的是电商女王马菲斯 那么马菲斯呢 她在去年的时候呢 创下了十二亿的营业额 那么代购的版图呢 横跨了亚洲 欧洲还有美洲 她的创业成功秘诀就是来自于真实 她不做包装的人设 什么东西都要亲自试用 她也是第一个在直播当中洗头的人 让观众可以直接感受到功效 那马菲斯呢还横跨唱歌电影出书 以及拍片 兼具了妻子跟母亲的角色 她说她不怕分身 罚術 只怕画地自嫌 哈喽大家好 我是马菲斯 现在在我身后面的呢 这个是我们的三个大仓库的 其中一个仓库 那这个仓库大概是200平大左右 然后里面呢 通常会放我们一档的货 就是只有一档的商品这样子 跟着马菲斯一走进仓库 最先遇到减货包装区 光这里就占了八个员工 八双手一刻没停过 包好出去之后 它就会放到这边 那这边是我们每天的出货量 这边 他们还没有全部包完 通常一天的出货量 正常档期一天出货量 我们最多应该会寄到 一天是1500到2000包这样子 一个档期下来 总计16000到17000个包裹 一般需要30到40个以上的工读生 要是碰到双十一 全公司正值加PT 得出动上百人一起出货 其中高单价商品会独立摆出来 清除标示 货号与普遍 你不要进来不然你会购物 我经纪人很会购物 都要剪进去 对 通常就是如果来这边店取的 就是他们会有点忍不住 就是想要看一下这样子 那因为像美国的商品 我们是直接大量购入的 一次可能就是100 200个包包 所以它并不会每一个 都把我们包得很仔细 像你们看到的这些OPP带 跟这些什么撕毁词标签 无法推换货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 就是之后加上去的 就帮客人先品检完之后 然后把它包装好 我们才会归尾 然后才会出货 对商品品质相当要求 马菲斯曾经创下一周狂卖2亿 年营业额12亿的惊人记录 被称电商女王 来到他的展示间家办公室 可以看到专业摄影灯具 以及存放许多尚未开卖的样品 他说这些都得等他亲身试用过 才会推荐给客人 像是保养品的话 我自己就是可能都要用 至少要使用半个月到一个月以上 就是我才能真正讲得出来 他的好处在哪 或是他用在脸上 或是适合什么人 跟不适合什么人用 有时候会用到就是大过敏 会不舒服什么的 所以我真的我常常跑皮肤科 马菲斯说把自己当消费者 才能真正感同身受 他甚至是第一个直播洗头的人 客人会觉得说你拿这罐东西 然后你头发这么飘逸 有时候我们看到洗发精广告 我们都不知道 他到底是不是用那个洗发精洗 所以我觉得拿来直接洗头 带给大家看 他们是可以最直接的知道说 哇 原来他的功效是这么厉害 会蛮丑的是真的 对 但我本来就不是靠漂亮 是那个取胜的啊 对 我本来就是 我觉得这东西是真实 因为我觉得客人会喜欢我们 跟会跟着我们这么久 他也是喜欢我们很真实 很多直播包括网红 包括艺人 太多所谓的人设 就是所以有时候人设很容易翻车 直播讲讲话就能卖东西 乍看感觉轻松血液 马菲斯不会言 连他的朋友都会说 好像很好赚 但其实目前一分钟 幕后要下好多功 比如说玻尿酸可以干嘛 积血槽可以干嘛 都会去查那个 每一个原料的作用 跟他对人体有什么好处 就是我们会很仔细成自己去查 所以有时候我妈都跟我讲说 要是你当初念书这么认真就好了 我们八点开始之后 有时候可能一站就是站四个小时 那可能播到十二点一点 那我跟我们同事还要 后续的一些开会讨论 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是代购嘛 所以我们会从韩国 我们会从日本甚至美国欧洲来 传奇跟到台湾报关进口的时间 我们都要算在里面 马菲斯其实是新闻系毕业 因为自觉不适合做办公室 凭借对流行时尚的热情 从摆地摊开始创业 还面临过学长鄙视眼神 他努力坚持加入网拍打造品牌 在口耳相传下客源越来越多 甚至后来成立公司扩大规模 笑说其中还要感谢老公蜜月时的包容 我就把我的皮箱里面塞满了凹累的东西 然后每天都在逛街 把行程改成逛街 以至于我们其实最后一天 我们是吵架的 可是从那一次开始 我们生意就变得非常好 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带镜头去直播 我们也算是真的把镜头带到国外的第一群人 所以大家觉得哇好新鲜哦 就是好像真的在跟你在国外逛街的感觉 所以从那时候就开始 非常多人觉得就是是可以信任的 代购并不是或是直播并不是 大家想象中的好像都不能信任或是很乱 就是我们的办公区 那因为我们的业务其实跨蛮多国家的 就是它是负责韩国线 就是跟韩国的品牌对接 然后再来是美国的 美国区 就是每一个小包容其实都有负责自己不同的国家 就这样从台湾出发 代购版图开始横跨亚洲 美洲 欧洲 马菲斯还是全台第一位 受邀到奥地利 纽约等地 封管直播国际精品 并且三小时突破九千个下班纪录 他们应该是喜欢我的介绍的方式吧 我这东西其实不仅是在镜头上面的model好看 其实背料上也很好看 我觉得让大家可以产生的共鸣 卡尔的那个总裁有跟我讲过说 他觉得我们介绍的东西 让客人觉得很真实很有趣 有些客人他并不只是要买东西 他其实看直播他只是为了抒压而已 他只是为了好笑 就像我跟我先生可能在直播上面 我们常常吵架什么的 像双十一我们会直播五天七天 播完之后他们会觉得很空虚 因为他们觉得好像在看个连续剧 只是成名之际常也伴随恶意攻击 身为电商女王 倒也练就金刚不败之身 我们算是全台湾第一个 去MK跟Coach做风管直播 其实那时候我们去风管的时候 还有人就是恶意造谣说 我们是去设影棚 如果你今天这样讲我 那我不会去就是 抨几年或是我不会口出恶言 但是我会针对你说这些话 我去印证到底是不是真的 所以有时候我就会比如说 大家看一下加州的太阳 大家看一下拉斯维加斯的太阳 太阳不是我买的 就是我没有能力可以买到太阳这样子 我会让就是这些比较幽默的方式 去跟大家证明说 其实我们是可以信任的 直播代购事业已经忙得昏天暗地 但马菲斯还经营YouTube和短影音 也尝试拍电影 发EP 甚至登上跨年万人舞台演出 今晚还不愿意 给我买爆炸 我觉得那时候上台 我就真的非常紧张 我想说怎么办 我真的不行 然后一上去唱完之后下来 我就跟我的舞蹈老师说 明年我们台北见 就是我觉得像我的个星诗诗 就是会有一种 我完成了 但我觉得我可以这样子 甚至我觉得有时候是有种心态就是 我觉得我要做给大家看 我是可以走到这一步的 今年更受邀到韩国音乐季表演 还要发行新歌 挑战唱台语 以及出书分享 白首其家的心路历程 当年的地摊少女 如今真的走成了电商女王 还身兼妻子 母亲 艺人和作家等多重角色 马菲斯说 女人不一定只有一种样子 不设限让她活出了任何可能 钢琴老师江雨婷 有着精湛的情谊 再加上她的活泼 开朗又幽默的个性 她创立了 YouTube频道 我是江老师 那么非常多的粉丝喜欢她 也获得了很多称赞 但是经营音乐平台不容易 收音是个很大的问题 内容要有趣 又不需专业 试谱的部分 可以说让大家很惊奇 当然也有网友质疑说 她并非留学海外 但是她想要打破 大家对古典音乐的严肃印象 告诉自己 不论几岁 只要有梦想都可以做得到 我觉得她是影片里面 在热情成八十遍 就像我今天来跟她录那个平台 第一句 say hello的就是你 然后用一个肺活量 我以为是和珅老师 或是什么叫合唱的 千鸡 珊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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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拉了 就是这样热情爽朗又幽默 加上精湛情义 还有世谱女王的称号 今年三十八岁的江雨婷 开设YouTube频道 我是姜老师 受到广大网友喜爱 也获得许多跟艺人合作机会 我觉得跟艺人合作 通常因为都会有一些目的性的推广 所以你必须对这个作品要先做功课 要了解 同时是你希望你跟这个艺人之间 会有一些火花嘛 所以你就要想很多就是去搭 如何搭配的点 然后你要观察这个人的个性等等的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我应该说是余丁蜜吧 我跟吴清风就感觉 应该像是认识很久很久的人一样 然后他就讲说 我一定要跟你当朋友 我一定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我就是自然的打招呼这样 然后时间一直没有很好 我们得开始发声 我不可以把老师心象弄到这样 不只跟清风一排即合 音乐圈许多大师也是频道做上宾 像是要和钢琴王子陈冠宇四手连弹 江老师迅速分好段落展现专业 但突如其来邀请陈冠宇 跟他一起原地跳街镜头 又让陈冠宇忍不住笑场 还有钢琴家严俊杰在江老师的频道 穿上景深蝙蝠霞装 都颠覆大家对大师的想象 透过我这个平台让大家发现 其实学音乐的人也是很多鬼点子的 然后当然就是也是 会有很多东西要突破 假如说讲到太深奥的东西的时候 上课之前都会跟老师们做好沟通 通常我们的整个受众 大概是希望能够引导他 进入古典音乐的世界 所以我们可以用比较趣味 或者是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 在这堂课里面带几个大的重点 跟这些大师们合作 有哪些其实非常困难的地方 压力很大 压力真的很大 你知道吗 每一次要去跟他们上课之前 我在家里都会先崩溃很久 就有可能你要练琴一整个 准备一整个月的时间 就为了去录那一集 跟他上课那个时候 江老师很感谢钢琴家们的 信任和配合 其实大师系列 从前置沟通准备到现场拍摄都不容易 有时点阅率还不如开箱影片 但他仍旧努力做得好玩又有内容 因为他从五岁开始学习古典钢琴 一路念音乐班长大 开始拍影片的初衷 就是希望打破大家 对古典音乐既定的严肃印象 我自己其实是在国内念大学 跟研究所毕业这样 然后曾经有酸民骂过我 他们说 你根本就没有出国过 然后你凭什么出来拍影片 然后跟大家讲说 你要出国度点音乐 其实我有点自卑 我没有出国过 这的确是事实 但是我还是持续非常想要 在这上面能够进行推广 或者是我也希望能够进步 所以我就想说 如果我平台经营到一个状况 不错的时候 其实我是有资格 去邀请很多大师 然后透过这个平台 让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国内音乐大师 他们的表演 然后他们的教学等等 也很多妈妈跟我讲说 他们是看到我这样一直 活到老 学到老的感觉 然后就自己也买了电子琴 回来家里练琴 听到这个就觉得超级开心 就好像是真的有推广出去 想让更多人领赏音乐 江老师也坦言平台起步时 面临的极大挑战就是收音 光是这两支小小麦克风 就要价四万元 一边收钢琴高音 一边收低音 这样你钢琴 你就会拿到两个音轨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合并在一起 你就会听到有那种 可能你的佛耳是低音的部分 又耳是高音的部分 听起来声音会更有层次感 有时候很麻烦的是 因为每一台钢琴也不一样 那你回去后置 你就会发现 太扁的声音 我们可能就要稍微处理一下 太干燥的声音 我们要让它稍微湿润一点点 就是有各种不同的状况 要调整 所以没办法说哪一支影片 这样子的调音的方式 可以复制到每一支影片 拍摄是第二考验 像要跟着音乐拍下 正在弹奏的琴键 就得靠姜老师 在一旁多次提点摄影师 音乐开始 过来 过来 你有吗 再一次啊 不会觉得 在我们平台 比较困难的一点是 因为我们是很多东西 都是跟音乐相关的 那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弹钢琴 然后剪辑师也是不一定 每个人都会看得懂乐谱 所以其实在沟通上面 就比较困难一点点 就是要多试几次 因为听得懂的人只有我 也因为最懂的就是自己 所以频道至今 所有影片脚本 其实通通都是 江老师自己写的 其中策划了半年 送给自己满三十八岁的 生日企画 站上台拉小提琴 让他最难忘 哇 那个影片 我自己看的时候 我哭爆耶 超夸张 我哭到像猪头一样 但因为重点是 在这支影片里面 我想要给大家 就是给大家的一个想法 是说 不管你现在几岁 如果你有你想要完成的目标 或者是你想要追寻的梦想 你一定都可以做到 只是满檔的行程 已让江老师 不得已在去年 含泪做出不再接 学生伴奏的艰难决定 想把部分时间 留给家庭 陪伴寶贝孩子 我大儿子非常遗传我耶 他就是一个 他对事情很多任何事物 他都充满好奇心 我最喜欢他的这一点 但是平衡感真的很困难啦 但是我老公非常在乎 他真的照顾家里很多的部分 然后以前我去谈音乐会的时候 音乐会他也会带小孩子去看 我老公还会传点讯给我 跟我说 今天是我们家逛的冬天 对啊 我每次跟人家讲这件事情 我朋友都会哭耶 他们都会说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都可以叫给这种的 对 就感觉好像很限量喔 除了家人丽婷 粉丝的支持 也是江老师继续创作的重要动力 工作室里还挂了粉丝为他画的油画 他坦言曾经也因为酸民掉泪失眠 但透过读书沉淀转念 依旧秉持一颗乐于分享的心 我以前没有这样的自信心 我觉得自信心是透过我一直去创作一些 我认为不太可能的计划 但是我办到了 然后我完全是 有点会觉得 就是阿姨 阿姨级的人物 可是我虽然这么晚才开始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 不要小看你们自己 不管在任何年龄 你们要发展成什么样子 都一定可以做得到 可以全神贯注在黑白请见 谢谢 我可能会照片的月子吧 也可以毫无包袱打一个巨隔 无论是大方的做自己 还是大步的朝努力的方向前进 其实在被高度关注下都不容易 江老师的情声和笑声 也成为百花齐放的创作平台上 一股独有的感染力 许多人面临新家装潢 或是旧物翻新的时候 第一时间都会感到无助 不知道从何下手 来看到的是Pinko跟Penny 这两个女生 在去年的时候呢 创立了YouTube频道 小宅实验 主打室内设计 透过影片呢 也拉近跟观众的距离 客源大部分都是来自频道粉丝 但是要面对网络公审 甚至是批评她们的设计 或是评论她们的创造 所以在这个疫情期间 两个北漂女子相互扶持 也在众多的设计产业和频道中 做出特色 这是目前进行中的工程 保护的部分就是 以每个案场的管委会规定 跟着室内设计师Pinko 来到案场 先是检查柜体收编细节 再核对油漆型号拍照给客人确认 并且依照设计图 再次测量插座位置 柜子距离等等是否正确 以及仔细观察 重新上色的旧门片 原本旧的门片 它不同的接痕处 如果师傅没有先把它 用工具把它割开 然后重新填脚 然后再上屁图档 如果今天我们只是 直接噴上去 几个月内看不出来列痕 但是使用久 只能有滴入一些 所以其实都是一些 看不到的细节 在案场帮客户 把关每个细微之处 回到工作室 又忙着准备3D图等资料 包括地板 涂料 窗帘等等 都会先挑好 符合客人预算 与风格的款式 通常我们都会用渲染 漂亮的渲染图 然后直接跟客人说 对 就是这样子 你都会直接拿实体 说 如果我们家的这个 纹粒是干嘛 是怎么样 因为其实渲染 再怎么样 你真 它都不是真 开会前 我们就会先准备好 Pinco原本是在室内 设计公司工作 三年前受朋友Penny力邀 一起创业 同时经营YouTube频道 小宅实验 Pinco主长设计 工程和会计 Penny就一手包办 商案洽谈 脚本专写 拍摄和映片书简 很多很GEO SHOW的片 他们可能会抓到 就是冲过走桥 表现什么样的东西 可是我很坚持 毕竟我们是室内设计公司出身 我还是很希望 每一个观众 他们在看影片的同时 他们是可以知道 这样是最好理解这个空间的 每部影片都是我自己剪 所以我会很清楚知道自己 讲话是紧张的 情绪是 比较不稳定的 包含我的整个口气 口条都是可以再进步的 就是因为自己剪自己的影片 会很清楚知道自己的缺点 可以修正自己 就是越来越好 藏红玻璃 第一个原因就是 为了让采光 可以到这个空间 一部八到十二分钟的影片 Penny说他光出剪 就要至少八小时 毕竟许多专业性的内容 不能出错 还有画面与OS的搭配 声音大小 甚至每句话的衔接坠字等等 他都会调整修剪 我一定会写一个大纲 可是我不喜欢念脚本 太像在被稿 但是就会跟一开始 我们品牌的定位 有很大关系 因为我们就希望是用那种 你是我朋友 我跟你分享这个地方 可以怎么做怎么做 有别于市面上 大部分的设计公司都是 来喔 我是设计师 我跟你讲就是这样子做 太像在上课了 所以影片我都还是会希望 背高感不要那么壮 那就会变成我是要边讲边想 Penny的启蒙老师 其实是百万YouTuber艾丽莎莎 对影片节奏的讲究 深深影响Penny 当初也是艾丽莎莎 助一臂之力 打开小宅实验知名度 那大家如果喜欢我这个家的话 就是也可以去找他们 帮你们做自内设计 我当时莎莎买了房子 然后她有跟我说 她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然后因为我很清楚 知道她有多强大 她当时其实是台湾 老师说前三名的女YouTuber 然后她都超心声淡淡 保证一个礼拜内破一百万 后来的结果就是 三个万 然后这个是一个 可以让小宅 就是被迅速看到的一个 最好的甜蜜点 也是因为这个契机 加上发现建商房子 越盖越小的趋势 决定将小宅定调为频道主轴 两个二十多岁年轻女生 北漂携手奋斗 在疫情正起的2020年 苦笑回忆前几个月 完全没薪水 互相扶持兼顾设计本业 与经营频道 并且努力在大多 室内设计频道影片 以作品为主的调性中 走出特色 把人设比重拉高 就是让观众看 只是学到设计 他们也可以看 就是有一种 朋友的感觉 其他人就是讲调比例 美感 空间 但我们强调收纳 使用 然后你还可以这样子 做这个小巧思 如何把它集大化 而且我觉得有影片 有颜色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们来 都会知道我们的幸福 就不会觉得说 那个设计师 就是有点好像高高在上 很厉害的感觉 就大家会像朋友一样 是一个很厉害的YouTuber 欢迎我 好 努力逐渐被看见 就连艺人柯震东 都是观众 还透过经纪人洽询合作 如同频道招牌slogan 期待下个家就是你家 陪你和Pinco也直言 现在所有客源 全部都是来自频道粉丝 工作室 也和其他设计师合作 将接案量与品质 掌握在最理想状态 只是从网路起家 就像双面认 各种工审也不会少 我们反而是会担心 客人受伤 对… 因为其实 大家会说 为什么不能这样 我觉得怎样 比较好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说 就是这个东西 是我们跟客人这样子 沟通了好久好久 甚至一个月以来的结果 就是这是最适合他的 然后可能每个人家里的大小 跟装潢的预算都不一样 因为说我们都会 开玩笑讲 如果今天我们的客户 是100坪 因为变作都最佳东西 但就因为到时平 我们更要取舍 有些客人会 真的蛮好 我就蛮感动 对 他们真的很贴心 那时候我怎样怎样 就是会帮我们 讲话 从一开始的爆红 到现在点阅率趋于稳定 中间难免历经 所谓数字下滑的过程 也曾经让他们难以释怀 因为你会觉得 怎么观众突然都不喜欢我了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然后怪罪自己 可是我发现 因为爆红是因为 艾莎莎她那时候很会 就是经营我的人设 只要教我怎么做 可是变到最后 会真的留下来看影片的 那才是我们的潜在客人 所以我释怀的事情就是 那我只要经营好 这个潜在客人 把影片的值越来越提升 我就可以让自己脱离 被点阅绑架这件事情 访团间也发现 佩莎莎的房间 不像一般女生 有许多衣服配件 反倒书占了大半空间 她笑说衣服穿久会淘汰 但读进去头脑里的书 永远都在 我们都一直内好 因为我们要不断的去输出 自己的思维 然后自己的风格 可是如果我们再没有補充 我们会进来 我之前好的阵子 我都会自己快被掏空 近一年来 我们对那种就是 摄影没有兴趣 或是对你 就觉得自己的剪片 东西要再提升 不然我永远用那一套剪 我觉得知道要被淘汰 就算出游 Penny跟Pinko也总是在观察 身边各种装潢设计 有时路上一个角落 或是饭店浴室 就可以让他们看好久 他们深知不努力进步 就等着被淘汰 唯有先自律 才能拥抱热爱的工作 享受生活的自由 年纪轻轻就经历了 人生的风光与低谷 她是电商集团执行长 周品君 大学时就创立了 连破20亿收入的 东京卓一 后来因为离婚 净身出户 成绩两年后 再成立品牌女装 那么现在事业 除了经营有声有色 也有微老板的 YouTube频道 在上头分享两性 婚姻职场 成为幸福导师 哈喽我是周品君 要不要来参观一下我的办公室 一进来这边整个吧台 就是我们咖啡师 每天会供应大家咖啡的地方 然后冰咖啡 马铁 热咖啡都有 然后有看到还有啤酒机吗 上班可以喝 对 其实不只是男同事 女生也蛮爱喝的 根据周品君的脚步 来到占地超过500坪的办公室 在工业风的设计基调上 点缀了黑白金的史上色调 我们看到现在这一区就是我们 剪辑的后制的团队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客服部 有没有 就是每个人都双萤幕 或是三萤幕 所以每一个部分 其实它会有自己的特色 然后我们都 没有特别的隔离出来 让大家有更多的交流 那我自己的位置在这里 我也没有做一个隔间 把自己关起来这样 就是大家是可以随时来叫我的 想引荡一种开放的企业文化 当一个和员工们没有隔阂的老板 而除了开放式空间外 还有大片落地窗环绕 舒适的办公环境 是周平均所领军的电商集团总部 集结他二度创业的女妆服饰 与其他四个台湾原创美妆品牌整并 在PICS用董事长詹红志的研览下 由周平均出任执行长 比方XS到XL 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小编示范给你看 每一个人的身形 穿起来有不同的美 所以你不要去追求一个标准化的美 然后认可自己 然后觉得自己可以是很美丽的 达到自信女生的生活态度 是周平均服饰品牌的理念 女生不再只是为了月己者容 别活在外界眼光之中 不管是什么身形 都能找到合适的服装 这两个颜色就是出去玩拍照的漂亮色 一定都有一件红色的单品 每一场我们要播什么 一定会先开国会 每一集的直播 其实都是有主题的 不是说 我每天就是来介绍产品就好 例如可能礼拜一是这样 通勤的时候很热 怎么防晒 然后礼拜二可能是这样 那如果我们要出去玩 我们要怎么样收行李 或可以拍照的时候比较漂亮 透过在社群上 每天固定时段的直播来介绍商品 就像节目得养观众一样 靠着直播也养住了一群消费者 随着观看人数的成长 带动买气 在每一次的新品上市之前 要去拍摄 那我们就会在办公室里面 先做好搭配 像可能这样子很黑白极简 就很适合上班 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个 黑色的下身 就这样子上班 很OK 开会或面试 我几乎每天都是穿 我们家自己的衣服 自己真的在使用它 你才可以很真诚的跟大家分享 不会只是为了要做生意或成交而已 从一个品牌的创办人 到五个品牌的执行长 带着集团年营收迈向十亿 今年四十一岁的周平均 大学开始就很有商业头脑 过去最广为人知的成绩 就是他二十二岁那年 一手打造年营收破二十亿的东京卓衣 后来经历离婚又失去了品牌 十年努力付诸流水 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接受这个事实 休了两年的长假 学习慢慢步调 四处旅行 陪伴家人 充饱店后的重新出发 他选择把自己砍掉重练 反正就是领啊 你就把自己当新人 不要去想着以前有多成功 就是反正没有包袱 然后也没有设定说 我这次一定要做多大多大 我那时候是没有想这些 就觉得我想要再做我喜欢的事情 所谓的成功心法可能就是 你真的要去做你很热爱的事情 然后你才可以这样每天充满热情 然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就会觉得没关系 我们来解决它 作者喜欢的事累得有目标 他同时也开始用周晓威这个名字 经营脸书粉丝团 分享生活观点 流行时尚 更在2021年成立YouTube频道 威老板的辣鸡汤 那个喝饮料也是 好喝吗 我也想喝喝看 可以喝吗 然后他就可以了 那你就 一定要看着他喔 你知道全场好喝吗 然后你就是 你可以耶 我觉得就是从我们日常生活的事情来讲 所以从职场啊 从感情啊 无论男女其实都会觉得 怎么办 我要 我要怎么脱单啊 我要怎么告白啊 那暗面的时候怎么办啊 我就来多拍拍这些东西 恋爱的关系 跟婚姻的关系 还是不一样的 就是如果今天我跟我的亲朋好友们介绍 这是我男友 或者是我跟亲朋好友介绍 这是我老公 大家对我们的关系的定义是不同的 结过婚 这个人一辈子都跟你有关系 可是男友只要一分手 有可能就是 船无痕 水无垢 餐无垢 对 是什么 讲不出来 我以前也遇过的事情 或者是我在婚姻里面遇过的问题 包含 从离婚之后 反思学习到的一些课题跟事情 我觉得这些迷惘 都是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遇到的 那我 我刚好这样走过这一切 我是不是有什么经验 或是有什么想法可以分享的 我通常都是先设定 我们这一集来聊什么 然后就现场即时去聊就好 唱聊感情人生 与职场的香辣鸡汤 周平均成为许多人的心灵导师 今晚忙碌 每天人会播出时间 回复网友私讯的疑难杂症 我很多粉丝会传他们的问题给我 甚至会截图他们的对话记录给我 我觉得就很多实际的案例来讨论 因为有时候观念讲完 大家套不到日常生活 今年频道两年多 订阅数已逼近50万 虽然成绩不错 但她却不想被流量绑架 我要一直维持这个初衷 去讲我想讲的 拍我想拍的 才不会反倒过来 要取乐观众说 你们现在觉得什么很八卦 我们就来聊 什么东西会有流量我们再来聊 我觉得这样有点本末导致 成为在网路上 拥有声量的人 免不良会碰到 不认同观点的网友 留下负面言论 面对这些攻击 现在的她已不再走行 还是比较多人 有刻板印象是说 离婚就是很失败 如果你离婚 你就不要出来讲 怎么样谈恋爱 怎么样择偶 或者是 就是事业太成功 或者是太专注 太努力 是不是就很容易 女生的婚姻就不好 所以好像会 还是有很多这种误解 可是明明 要不要离婚 就是人的一个选择而已 对自己觉得 比较好的选择 如果里面是两颗破碎的心 或破碎的家庭 你要那个形式的完整 要做什么 如果我现在拍的影片 写的文章 出的书 可以帮助到现在 更年轻一代的人 从我们这一代 或是从下一代 开始改变也蛮好的 外形时尚亮眼 充满自信 贪图有暖心 又一针见血的犀利 职场上面对员工 是个能沟通的老板 私底下面对 进入青春期的 国英女儿媚姐 两人像是好姐妹般的亲密 周平均在每个身份间 优雅转换 热爱工作 也享受生活 拥有刚刚好的独立 感谢您收看这一集的当掌声响起 希望您会喜欢 我是黄一文 我们再会 渡假星同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